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要小人还债 小人早已做好准备 不要动 再动 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是将军亲自说的 只要我们家公子进了将军府 便会放过顾家 如今可是反悔了 七夕 住水 将军 我们家老爷 嫌公子给将军做坠夫丢人 已将公子从族谱里除名了 我们家公子 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了 七夕 不可胡言 将军一言九鼎 一定会信守承诺的 血 公子 你怎么吐血了 这就是当大官的 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了 最后说一句不要人家 就不要人家了 还将军呢 我看呀 也不过就是个 言而无信之徒罢了 对呀 就是这个事吧 千军 祝国公和一些武臣老将 正赶过来为您贺喜呢 什么 您刚回警 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 万不能音响失当 哎呀 先给我找趟喜福去 顾明珠 你最好给我想清楚 你赶进这个门 我胃里 绝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 大人 明珠命贱 吃不到好果子 将军 夜已深了 请人来服侍您休息 你这病秧子 胆子还不小 我与你付钱的债 你偏偏要起起来 不过 你长得倒还算不错 就是不知道 你还能活到几时啊 你这病秧子疯了不扯 你这病秧子疯了不扯 外面接传 清月战神是个嗜血的怪物 如今一看 倒如同白纸一般 你这是在取笑本将军 不 小人是欣喜 将军要小人还债 小人早已做好准备 小人早已做好准备 不要动 再动 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莫非 将军这功夫不勤加练习 你什么说 那你 怕疼吗 将军一切随心 不必当有小人的 那就好 他不会死吧 这孤儿公子体弱多病 您这一状 怕是 会死